奋之人至此的真主之名,Alif Lamre,这些是包含智慧的经典的集文,难道人们认为这是怪事吗?我曾启示他们中的一个男子,你要警告众人,要向信誓们报喜,告诉他们在他们的主那里,他们有崇高的品位。 不幸道者曾说,这却是明显的术实,你们的主却是真主,他曾在六日内创造了天地,然后身上宝座处理万事,没有一个说情者不是先得到他的允许的,他是真主,你们的主,你们应当崇拜他,你们怎么不觉悟呢? 你们都只归于他,真主的诺言是真实的,他却于创造了万物,并且加以再造,以便他秉公地报仇信道,而且行善者。 不信道者将因自己的不信道而饮废水,并受痛苦的刑法,他曾以太阳为发光的,以月亮为光明的,并为月亮而定烈素, 以便你们知道立算,真主只依真理而创造之,他为能了解的民众而解释一切迹象。 昼夜的龙流,以及真主在天地间所造的僧罗万象,在客戟的民众看来,此中却有许多迹象。 不希望与我相会,志愿永享,今世生活,而且安然享受的人,以及忽视我的种种迹象的人, 他们将因自己的阴谋而以火域为归宿。 信道而且秦善的人,他们的主将因他们的信仰而引导他们,他们将安居于夏林祝贺的幸福园中。 他们在乐园里的祈祷是,我们的主啊,我们赞美你,他们在乐园中的助辞是,平安。 他们最后的祈祷是,一切赞颂全归真主,全世界的主。 假若真主为世人速降灾害,犹如他们给予求福那样,他们的大限必已判定了。 但我认随那些不希望与我相会的人,徘徊于其残暴之中。 当人遭遇灾害的时候,便握着或作恶着或站着向我祈祷。 等我解除他们的灾害后,他们就继续作恶,仿佛不曾祈求我解除他们的灾害一样。 过分的人是这样为他们的行为所迷惑的。 在你们之前曾有许多世代,他们祖中的使者既昭示了他们许多名正,而他们忍行不义。 不肯信道,我就毁灭了他们,我这样报应犯罪的民众。 在他们灭亡之后,我以你们成为大地上的待遇之者,以便我看你们怎样工作。 有人对他们宣读我的迹象的时候,那些不希望与我会见的人说,请你另拿一部古兰经来,我修改这部古兰经。 你说,我不至于擅自修改它,我只能踪从我所受的启示。 如果我违抗我的主,我的确畏惧重待日的刑罚。 你说,假若真主抑郁,我一定不向你们宣读这部经,真主也不许你们了解其意义。 在降世这部经之前,我却在你们中间度过了大半生了,难道你们不明理吗? 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或否认其迹象的人,有谁比他们还不一呢? 犯罪的人一定不会成功。 除真主外,他们崇拜那些对他们既无福又无祸的东西,他们说,这些偶像是在真主那里替我们说情的。 你说,难道真主不知道天地间有此事,而要你们来告诉他吗? 赞美真主超绝万物,他超乎他们在他之外所崇拜的东西。 人们原来是一个民族,此后他们信仰分析,假若没有一句话从你的主欲先发出,那么他们所争论的是非,必定获得判决了。 他们说,为何没有一种迹象从他们的主降临他呢? 你说,优选只归真主,你们期待吧,我确实同你们一起期待着的。 在众人遭遇灾害之后,当我使他们尝试恩赐的时候,他们突然图母诽谤我的迹象。 你说,真主的计谋是更迅速的。 我的使者们却以记录你们的计谋。 真主使你们在路上和海上旅行,当你们坐在船中,乘送风尔航行,并一风尔兴起的时候,暴风向船袭来,波涛从各处拱来,船里的人猜想自己已被包围,他们虔诚地祈祷真主。 如果你使我们脱离这次灾难,我们必定感谢你。 当他拯救了他们的时候,他们突然在地方上无理地侵害他人。 人猫啊,你们的侵害只有害于自身,这是今世生活的享受。 然后你们只归于我,我要把你们的行为告诉你们。 今世的生活,就像是从泳中降下雨水,地里的河苗,既人和身序所吃的东西,就因之而繁茂起来。 直到田地穿上圣装,打扮得很美丽。 而农夫猜想自己可以获得分修的时候,我的命令在黑夜或白昼降临那天地。 我使无骨只留下茬儿,仿佛心境没有中过庄稼一样。 我未能思维的民众这样解释许多迹象。 真主招人到平安的住宅,并引导其所抑郁的人走向正道。 行善者将受善道,却有余庆,脸上没有黑灰和忧色。 这些人是乐园的居民,将永聚其中。 作恶者,每作一恶必受同样的恶报,而且脸上有幽色。 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他们对抗真主,他们的脸上仿佛有黑夜的颜色。 这些人是火郁的居民,将永聚其中。 在那日,我要把他们全部集合起来,然后我对一物配主的人说,你们和你们的配主站住吧。 于是我使他们彼此分离。 他们的配主要说,你们没有崇拜过我们。 真主足为我们和你们之间的见证,我们的确忽视你们的崇拜。 在那时,个人将考验自己生前的行为,他们将被送到真主,他们真实的保护着那里去。 而他们所捏造的,已回避他们了。 你说,谁从天上和地上给我们提供给养? 谁主持你们的听觉和视觉? 谁是活物从死物中出生? 谁是死物从活物中出生? 谁管理事物? 他们要说,真主。 你说,难道你们不敬畏他吗? 这是真主,你们真实的主宰。 在真理之外,除了迷雾,还有什么呢? 你们怎么颠倒是非呢? 你们的主的判决对放肆的人们落实了,他们毕竟是不信道者。 你说,你们的配主是有能力创造万物,而且加以再造的吗? 你说,真主能创造万物,并且加以再造,你们怎么混小黑白呢? 你说,你们的配主能导人与真理的吗? 你说,真主能导人与真理,是能导人与真理的更易受人崇拜呢? 还是,虚受引导才能遵循正道的更易受人顺存呢? 你们怎么了? 你们怎么这样判断呢? 他们大半只凭猜想。 猜想对于真理是毫无疑义的,真主却是全知他们的行为的。 这部古兰经不是可以舍真主而伪造的,却是真主降世来正视以前的天经,并详促真主所制定的律劣的,其中毫无疑义,乃是从全世界的主所降世的。 难道他们说他伪造经典吗? 你说,你们就试你做一仗吧,如果你们是诚实的,你们就应当舍真主而呼吁你们所能欲请的人。 不,他们否认他们所谓通宵,而其仅是尚未降累的经典。 在他们之前的人,曾这样,把他们祖宗的使者称为说谎者。 你看看,博弈者的结局是怎样的。 他们中有信他的,有不信他的,你的主是知道作恶者的。 如果他们称你为说谎者,你就说,我有我的工作,你们有你们的工作,你们与我所做的事无干,我与你们所做的事无赦。 他们中有倾听你的,难道你能使笼子稳道吗? 如果他们是不明理的。 他们中有注视你的,难道你能引导瞎子吗? 即使他们没有洞察力。 真主的确毫不亏待人们,但人们却亏待自己。 在他计合他们的那日,他们仿佛只在白昼逗留过一会儿。 他们互相认识,把与真主相会之说称为谎言的人却已亏损了,他们不是遵循正道的。 如果我招式你一点,我所用来恐吓他们的那种刑法,那么我对他们却是全能的。 社会我使他们受众,那么他们只归于我,然后真主是见证他们的行为的。 每个民族都有一个使者,当他们祖中的使者来临的时候,他们要被秉公判决,不受冤枉。 他们说,这个警告什么时候实现呢? 如果你们是诚实的人,你说,我不能为自己主持祸福,除非真主抑郁,每个民族各有一个期限。 当他们的期限来临的时候,他们不能耽搁一会儿,当期未来临的时候,他们不能提前一会儿。 你说,你们告诉我吧,如果他的惩罚在黑夜或白昼来临你们,那么我犯罪的人们要求早日实现的是什么刑法呢? 难道要他们的刑法降临你们的时候,你们才归于他吗? 你们却要求他的刑法早日降临你们,现在你们却归于他吗? 然后,有人要对不义的人们说,你们尝试永久的刑法吧。 你们只因自己的谋求而受报酬,他们问你这是真实的事吗? 你说,是的,指我的主发誓,这却是真实的,你们绝不能逃避天前。 假如每个不义的人都拥有大地上的一切,他必用它做罚金。 当他们看见刑法的时候,他们必怀恨,他们要被秉公判决,不受冤枉。 真的,天地万物却是真主的,真的,真主的诺言却是真实的, 但他们大半不知道,他能使死者生,能使生者死,你们只被招归于他。 人们啊,却降临你们的是从你们的主发出的教诲,是治心病的良药,是对信誓们的引导和慈恩。 你说,这是由于真主的词汇和恩典,叫他们因此而高兴吧? 这比你们所聚集的还要好。 你说,你们告诉我,把真主为你们降下了吉养,你们把它放为违法的与合法的。 你们究竟是奋真主的命令呢,还是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呢? 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的人们在复活日做何猜想呢? 真主对人们却是有恩惠的,但他们大半不感谢。 无论你处理什么事物,无论你送赌古兰金的哪一张经文,无论你们去做什么工作,当你们着手的时候,我总是见证你们的。 天地间证微重的事物,都不能逃避真主的监察,无论比证微小还是比证微大,都记载在一本明显的天经中。 真的,真主的朋友们将来没有恐惧也不忧愁,他们就是信道而敬畏的人,在今世和后世,他们都将得到佳音。 真主的诺言是毫里不爽的,那却是伟大的成功。 你不要让他们的胡言乱语而使你忧愁,一切的权势归于真主,它是全聪的,是全知的。 真的,天地间的一切,却是真主的,守真主而祈祷许多配主的人,究竟凭什么呢? 他们只凭一策,他们尽说谎话。 他为你们创造了黑夜,以便你们在夜间安息,又创造白昼,以便你们在白天能看见东西。 对能听忠言的民众,此中却有许多迹象。 他们说,真主以人为子,光荣归于真主,他是无求的,天地万物都是他的,你们对此事并无名正,难道你们可以假借真主的名义而妄说自己,不知道的事情吗? 你说,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的人是不会成功的,这只是今世的享受,然后你们只归于我,然后我将因他们的不幸道而使他们尝试严厉的刑法。 你当对他们宣读奴哈的故事。 当时他对他的宗族说,我的宗族啊,如果我居住在你们中间,以真主的迹象教训你们,这时你们感到难堪,那么我只信托真主。 你们应当和你们的配主在一起决定你们的事情,不要让你们的事情成为暧昧的。 你们对我做出判决吧,不要宽限我。 如果你们违背我的教会,那么我未曾向你们所举任何报酬,我的报酬只归尊主负担。 我曾奉命做一个顾顾服的人,但他们称他为说谎者,故我拯救了他与他同传的人,并使他们成为代智者,而淹死了否认我的迹象的人。 你看看曾被警告者的结局是怎样的,在他之后,我曾派遣许多使者去教化他们自己的宗族,他们曾用许多明镇招视他们,但他们不会相信自己以前所否认的东西。 我这样封闭过分者的心,在他们之后,我曾派遣穆撒和哈伦带着我的许多迹象去教化法老和他的显贵,但他们自大,他们是犯罪的民众。 当从我这儿发出的真理降临他们的时候,他们说这却是明显的魔术。 穆撒说,难道你们这样评论以降临你们的真理吗? 这难道是魔术吗? 术士是不会成功的。 他们说,你到我们这里来,想是我们抛弃我们祖先的宗教,而让你们俩称宗于国中吗? 我们绝不会归信你们。 法老说,你们把一切高明的术士都招来见我吧。 当术士们来到的时候,摩萨对他们说,你们要抛出什么就快抛出来吧。 当他们抛出来的时候,摩萨说,你们所表演的却是魔术,真主必使他无效,真主必定不相助破坏者的工作。 真主将以他的言语证实真理,即使犯罪的人不愿意。 归信摩萨的只有他本族的描意。 他们害怕法老和他们本族投目迫害他们。 法老在地方上却是高傲的,却是过分的。 摩萨说,我的宗族啊,如果你们信仰真主,你们就应当只信赖他,如果你们是归顺的。 他们说,我们只信赖真主,我们的主啊,求你不要让不义的民众迫害我们,求你依你的慈恩,使我们脱离不信道的民众。 我曾启示摩萨和他的哥哥说,你们俩为自己的宗族而在埃及建造些房屋,你们应当以自己的房屋为礼拜的地方,你们应当谨守拜公,你应当向信誓们报信。 摩萨说,我们的主啊,你把各种装饰品和今世生活的各种财产给予法老和他的贵族们。 我们的主啊,以致他们使民众背离你的大道,我们的主啊,求你毁掉他们的财产,求你封闭他们的心,但愿他们不信道,直到看见痛苦的心法。 主说,你们俩的祈求却已被阴沉了,故你们俩应当继续传道,你们俩不要遵循无知者的道路。 我曾是以色列人渡害,于是法老和他的军队惨暴地追赶他们,直到他将被淹死的时候,他才说,我确信除以色列人所归信者外,绝无应受崇拜的,同时我是一个圣服者。 现在你才归信吗? 以前你却以违抗命令,而且是一个迫害的人。 但今日,我拯救你的遗体,以便你做后来者的借鉴,多数的人对于我的借鉴,却是忽视的。 我确认是以色列人居住在一个安定的地方,并以加美的食物供给他们,他们的意见没有分歧,直到这种知识降临他们。 复活日。 以致你入于亏损者之中。 被你的主的叛词所判决的人,必定不信道,即使各种迹象都降临他们,直到他们看见痛苦的刑法。 为何没有一个城市的居民信仰正道,因而获得正道的批译呢? 但云读的宗族,当他们信道的时候,我曾为他们解除了今世生活中凌辱的刑法,并使他们暂时享受。 如果你的主意欲,大地上所有的人必定都信道了,难道你要强迫众人作信是吗? 任何人都不会信道,除非奋真主的命令。 他以刑法驾驭不明理的人们。 你说,你们要观察天地之间的僧罗万象,一切迹象和警告者,对于不信道的民众是毫无批译的。 他们只等待在他们之前逝去者所遭的那种苦难的日子。 你说,你们等待吧,我却是与你们一起等待的。 此后,我拯救了我的使者们和信道的人们。 我这样负责拯救一般信实。 你说,人们啊,如果你们怀疑我的宗教,那么,我不崇拜你们舍真主而崇拜的。 但我崇拜真主,他将使你们受众。 我奋命做一个信道者,并奋命说,你应当去向正教,你切莫做一个以物配主的人。 切莫舍真主而祈祷,那对于你既无福又无祸的东西。 假若你那样做,你必定是一个不义的人。 如果真主将一点灾害于你,那么除他外,绝无能解除灾害的。 如果他欲降福利于你,那么任何人也不能阻拦他的恩惠。 他把那恩惠降于他所抑郁的仆人,他是致舍的,是致辞的。 你说,众人啊,从你们的主发出的真理,却已降临你们了。 谁遵循正道,谁自受欺义。 谁误入歧途,谁自受欺害,我不是监察你们的。 你应当踪从你所受的启示,并应当坚忍,直到真主判决,他是最公正的判决者。 伟大的阿拉至实的语言。